生命有无体 法水有长流 生命电视 慈悲奏旧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发型 愿世间 光明 躲过于黑暗 愿世间 和平 躲过于挣扎 愿世间 让人 替代了责难 愿世间 谦逊 躲过于狡猾 愿世间 慷慨 躲过于淡 愿世间 疗伤 躲过于险扎 愿天空 保佑 最初的未来 愿心 凉 入海 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 随缘 居散 随与阳 万物都会过 并不是佛陀 让你成为佛教徒 而是佛法 是让生命幸福快乐的方法 所以各位做女孩子 做太太的 你家里对你妈妈怎么样 你也要对你婆婆怎么样 对你公公怎么样 你在家里男人对你爸爸妈妈怎么样 你要对你的岳父岳母怎么样 这个才叫平等大悲心 那你的家庭就会圆满 我爸爸妈妈非常的爱我 但是爸爸妈妈 谢谢你教我这种爱 我要把你们对我的爱 来爱天下所有的人 所有的老人 意思是说 我跟我父母说 如果你让我能够去修行出家 我会以对你们两个老人的爱 去爱全世界的人 我出家我再怎么哭我不怕 因为只要我妈妈活着快乐 我怎么哭我都不怕 所以各位你要带你爸爸妈妈唱歌 他不会讲你带他唱歌就好 就像你的爸爸如果中风了 躺在床上 你就拉着他的手 我跟冤亲在组唱 好 大家阿弥陀佛 那我想佛教有讲了很多 如何家庭和谐的方法 那当然人跟人之间和谐要有方法 在佛经里面说 做太太的不能比先生早睡 要比先生晚睡早起 做太太的 先生骂你不能顶嘴 和谐呢 所以做太太的 要孝顺先生的公公婆婆 照顾兄弟姐妹 那你家里才会和谐 做太太的 要把先生交给你的钱 不要浪费 不要没事去shopping打麻将 然后先生呢就会很快乐 所以当然这是讲太太的部分 做先生呢佛头有规定 做先生的要把家里的财政交给太太管 你太太就不用有私房钱了 第二个做先生的呢 固定一段时间就要买香水赚戒给你老婆 各位有听到吗 再来做先生的呢 不能去外面找女人 那佛经写的男主外女女主内 那当然写了很多 这样子先生你该怎么做 太太你该怎么做 然后怎么样教育之女 而且佛经说你家里假设有一百万 你要怎么分配使用金钱 这个很重要 四分之一放在银行 准备以后要用 四分之一呢做家庭日常生活用 那四分之一呢可以去拿去投资 投资 那四分之一呢要拿来供养三宝 帮助穷人 那佛头这样规定那也很好 因为他认为你这样 不然你把一百万都拿去投资股票 那玩意倒了怎么办 甚至你赚了一百万 家庭开销一个月才用五万 你太节俭了 那佛头都把这个写得非常好 以及怎么样照顾子女 所以各位如果你愿意了解 有一部经叫《善生经》 他告诉我们对子女 对父母 对工人 对老板 对出家人乃至 对职员要怎么做 夫妻之间兄弟之间 然后呢 怎么去圆满 那当然佛头讲的是真理 不是他个人的意见 这个是永恒的真理 就像孝顺 是永恒的真理 而且还有一个叫匹瑟妾 匹瑟妾她要结婚的时候 她的爸爸给她九个 九个九句话 我忘了里面 其中有一句话说 家里的火不要拿到外面去 那匹瑟妾不知道什么叫 家里的火不要拿到外面去 她就问佛头 因为匹瑟妾的爸爸就是故意 希望让匹瑟妾也能够学佛 以学佛的方法来照顾这个大家庭 结果佛头就给她回答了 什么叫家里的火不要拿到外面去呢 你在家里碰到你家里有什么缺点 你先生啊 婆婆千万不要告诉外面人 你有力不 太厉害了 千万不要告诉外面人 家丑不外养 那匹瑟妾听了佛头讲的这个九条道理 非常的尊敬佛头 所以她成为佛教的女众最大的护法 在她晚年的时候还盖了一个鹿子母讲堂 为什么匹瑟妾叫鹿子母呢 因为她的公公叫鹿 然后她居然变成公公的妈妈 这什么意思 因为她学佛以后 她赶换了她的公公 她的公公本来是个外道 然后呢她用她的这种孝顺啊 各种方法 结果她公公居然跪在佛前说 哎呀 我的媳妇才是我的母亲啊 她告诉我呢 方法佛法可以离苦得乐 所以人家叫她鹿子母 这个意思 那因为她按照佛法 把全家经营得非常好 连她的公公都这么尊敬她 而且她这辈子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盖了一个讲堂给佛陀 叫鹿子母讲堂 所以她在临命中的时候啊 看着鹿子母讲堂成立 佛陀在那边讲经说法 这样欢喜的圣天 因为这是她的愿望 所以我讲这个是希望各位 因为今天时间也不够 也没办法讲得很细 但是如果你愿意去了解 这个鹿子母的故事 那身为一个女人 那怎么样呢 去经营家庭 照顾子女公公婆婆 所以包括几孤独长者跟她太太 那怎么样成为一个最好的佛教徒 几孤独长者 她几孤独各位就知道 就专门在帮助贫穷的 她有这个善心 后来皈依了佛陀以后 然后既然发愿把她的钱买土地盖金色 就是我们叫奇缘金色 奇缘己孤独金色 因为是由太子出树 己孤独长者买土地盖了这个金色 而且佛陀在这个金色 讲到最出名的阿弥陀经 而且佛陀在这个奇缘金色 有23次的截下安居 23次一次三个月一年 然后在那边讲了很多经典 那是由己孤独长者所做的 所以己孤独长者就是全家 慢慢的学佛 其中她有一个儿子不学佛 另外一个媳妇很凶悍 那己孤独长者都来问佛陀怎么办 那佛陀就教啊 因为他那个儿子很喜欢赌博 很喜欢赌博 那己孤独长者很烦恼啊 他说我儿子天天给我拿钱赌博 我不知道怎么感化他 佛陀说没关系 佛陀的方法很好 他跟长者说 你跟你儿子说 如果他来金色 参加佛陀的八观在界一天 因为他曾经去过金色 你就给他10万黄金 这下他就高兴了 结果他儿子一听 我老爸要给我10万黄金 但是己孤独 佛陀跟己孤独说 你跟你儿子说 你去参加八观在界一天 只要你能够背佛陀的一句话 一句话就好 回来就给你10万 那儿子太简单了 他就去了 但是各位佛陀很厉害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成佛 佛陀有变肢的智慧 现场有一万个人 一万个人在想什么佛陀都知道 一贯人怎么度 他身上有什么业什么病 佛陀都知道 现场有一万个人 有一万个国家的缘 那佛陀一讲话 一万个人都认为是佛陀在讲他的方言 所以修行要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成佛你才有这种圆满的能力去帮助众生 所以己孤独的儿子 为了10万块乖乖的坐在后面 佛陀就用神通 让他半句都背不起来 厉害吧 他就很认真一点不好 怎么可能背不起来 因为他很认真很认真 到了下午 终于有一句话 他背起来 然后他就念了一下午 念完就开悟了 各位佛陀用这种方法 一句话你能够懂 想得很深 你一定会开悟 等他开悟以后 他回家了 他回家以后 他开悟以后 他跪在那边跟佛陀顶礼 感谢我爸爸找我来 但是我很惭愧 我是为了10万华军来的 但是他跟佛陀顶礼就走了 佛陀很高兴 他开悟了 回去以后他爸爸说 10万准备好了 你记得一句话 他就跪下来 爸爸 钱我不要 我更小 我不好意思 人家去参加八观在戒 是为了解脱 我是为了把掉的钱而去的 要赌博的 但是我佛陀讲的那句话 我终于开悟了 所以我以后不再赌博了 我要经常去参加八观在戒 我要好好的照顾爸爸留下来的事业 哇 几孤独很高兴 十万还是给他 他就拿这十万去供养佛陀 所以佛陀有这种能力 来感化赌徒 那几孤独长者还有一位 因为几孤独很有钱嘛 他有一个媳妇很 很骄傲很漂亮很骄傲 那几孤独也很烦恼 然后就问佛陀怎么办 然后佛陀呢 一样去他家用神通 那佛陀去他家 几孤独长者其他人都出来 就是那个骄傲的媳妇不出来 然后佛陀当然有神通 他就把墙壁变成透明的 透明的 然后佛陀又放光 他媳妇呢 哇 我公公的师父 这么庄严 这么帅啊 他就出来了 出来佛陀就给他说法 降服他的傲慢心 然后就跟他讲了 做媳妇的六件事情 我忘了背来 以后各位去查就知道了 做人家的媳妇要怎么样 所以佛陀就把几孤独长者 全家都感化为佛弟子 那我讲这个 并不是佛陀要你成为佛教徒 而是佛法 是让生命幸福快乐的方法 所以各位做女孩子做太太的 你家里对你妈妈怎么样 你要对你婆婆怎么样 对你公公怎么样 你在家里男人对你爸爸妈妈怎么样 你要对你的岳父岳母怎么样 这个才叫平等大悲心 那你的家庭就会圆满 你的子女也会很孝顺 所以我想幸福快乐 不用去哪里找 就在你的家里 你怎么去对待你旁边的人 现在很多人说他做生意做很认真 赚不了钱 没人帮他 这叫没有贵人 从头到尾要你一个人忙得要死 没人帮你 为什么 因为你从不帮人嘛 所以各位你要 礼拜六礼拜天就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去帮助不分宗教 从人到动物 这边乌鸦好多 小鸟好多 多撒一些米 各位如果你开店要赚钱 一定要在门口多撒米 这个米就是他们的黄金 那些鸟 那些孤魂野鬼 就是他们的黄金 那你怎么可能不赚钱 所以在马来西亚 河流那么多 草那么多 鸟那么多 各位可以随时在河流里面 布食一点食物啊 面包啊 草里面 可以撒这些 给蚂蚁吃的 给鸟吃的 而且布食给他们先念便食咒 先给无形的鬼道 那些山神树神都可以吃 然后有形的那些小蚂蚁小动物就会来吃 那你就一直帮他们 那如果你想要做生意更好 那现在就去帮人 最近的嘛 人 所以 你帮助人 人帮助你 善由善报 所以你说你没钱 那你可能有点吝啬 不然会没钱 那你现在就 哪怕一块钱都没关系啊 你每天拿一块钱 去帮助不一样的单位嘛 那你就会发觉 越来越有福报 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抓住 一定要抓住 佛法的重点 这个是供养三宝最好的方法 那如何成佛呢 念一下 慈悲六道有情 以此善供功德 回向如母众生 一一离苦 同享功德 从今天开始 什么叫大背心 你要把所有的生命 一只小蚂蚁 都当做自己的亲生爸爸 亲生妈妈 好不好 所以不能吃肉 所以不能吃肉 修慈悲心的人 吃肉 不慈悲 连种子都没 所以你不能吃鸡蛋 也不能喝牛奶 也不能养燕窝 对燕子不公平 抢人家的窝 你今天终于弄一个房间 想要跟你先生睡觉 然后又被弄掉了 你弄一个窝想要生小孩子 又被干掉了 那你生生世世 但是会被破家产 流离失所 没有家庭 没有钱 各位兄弟 千万不要短事 我现在赚 你要想到明天 你要想到下一辈子 所以佛叫我们念 你现在如果想要吃素 家里人会打你骂你 你没办法吃 所以这个心态 所以你要煮这个肉之前 吃这个肉 那你就要念一下 或是药师咒 那这样还可以 你不要听我这样讲 OK 那我就吃吧 我讲的是你吃肉 你会被打死 那个才可以 你一吃素 你老公就跟你离婚 为了这个 所以你没办法 而不是说 你可以吃素 结果你在找理由不吃 你念一百遍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猪还是怨你嘛 你可以不吃的 你是被逼的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所以这一点各位 你的家庭 你的左右 你的公司 你的客户 你的职员 就是你行悲心 菩提心的对象 要对待他们很好 对待他们很好 接每一个电话 都要很有耐心 很有细心 服务到家 因为那是你修行的祝愿 所以为了要成佛 那我一定要修忍辱 我才可以度他 你要把这个事情想好 如果你没想好 你根本没有在修行 事情来了就要生气 事情来了就要骂人 那你的功德通通没有了 一念身心起火烧功德 所以各位要忍入如大地 承受一切 接受一切 不要再抱怨了 特别做妈妈了 所以家庭是女孩子 妈妈做主体做核心的 一个会抱怨的妈妈 小孩子长了就不圆满 先生生意就不好 所以你要爱 要爱她的优点 更要爱她的缺点 特别各位 你们家庭五个六个 那是最轻的 不要恨对方 不要抱怨对方 对方对你不好 对你不好 是在消夜这样 感恩众生 感恩父母 现在我们要用佛法来帮助他 其他你都能够忍 所以各位现在我们是结缘 结缘 不要跟人家结恶缘 你跟人家结恶缘 故意跟对方吵架 故意用心机去对待对方 那你就没办法成佛 因为他障碍你成佛 千万要记住 那我想来修行 目的是为了这个 念下来 脱离痛苦 就近涅槃 所以各位做人苦不苦啊 你不能这么说 又苦也可以不苦 对不对 做人如果了解生命的意义 做人就不苦 做人如果不了解忙了一天 那你成为香港首富 中国首富 苦不苦啊 苦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视线这个给我们讲 因为他已经成为转轮圣王了 他已经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 请问那个时候 西达多太子苦不苦 苦啊 所以他选择出家 当然他出家也不是为了自己 因为他爱众生 爱父母 但是呢 就看到众生父母都在轮回受苦 念一下 生老病死 轮回受苦 所以佛陀四线出家 给我们学习 当然 有一句话大家背下来 生命的本质 是空 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 一般人把生命的本质追求一个有 我有钱 我漂亮 我地位高 我儿女多 我房子大 事实上 什么叫 先坐好 安住于空性 坐在莲花上 下回一人买一个莲花来坐好不好 假装一下 坐在莲花上 那为什么要坐在莲花上 不执着 不执着 各位 有没有先生 到底有还没有 不敢说 有等于没有 因为你执着有就很苦啊 是坐在先生的头上啊 有没有太太 有 也坐在人家头上 坐在人家头上还不错了 她坐在你头上比较多 那是所谓莲花的意思 是你不执着这些 有而不执着 那就快乐了 各位有没有感情 有 但不执着 随缘 那你就快乐 如果你执着感情 执着身体 执着地位 那就很痛苦 所以金刚经要我们列一下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就是不执着一切 只有大悲心而帮助总生 所以各位 今天就出家好不好 心出家 人家问 佛陀请问你住在哪里 慈悲是我家 没有执着 只有爱 只有关怀别人 关怀众生 无所求 那是却努力的去 帮助别人找到真相 我想释迦摩地佛出家 就是要四限 生命的快乐 空性给我们看 生命的意义 慈悲 给我们学 所以 大家今天 都出家好不好 愿所有众生 都可以出家 出离轮回 出离自私 然后呢 不再自私了 去爱所有人 去爱所有生命 众生都是母亲 所以所有的生命 都是我们的妈妈 我们 不忍母亲苦 不忍众生苦 生其大悲心 所谓悲心就是 你要去感受到 众生的痛苦 就像你最爱的人 而不愿意他 一点点痛苦 而想要帮助他 离开痛苦 所以我想释迦摩地佛出家 也叫 为报父恩 为报母恩 为众生说法 所以佛陀出家是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因为他看到我们在苦 生天的苦 做人轮回的苦 像恶道的苦 所以皇帝有皇帝的苦 乞丐有乞丐的苦 没有一个生命 不再痛苦 所以他要视线给我们看 所以 而且他要找出离苦的方法 告诉我们 让我们大家 能够脱离 念一下 调伏自心 消除我质 征服烦恼 没有轮回 这是佛教的基本目的 所以不但让自己 脱离轮回 要更让所有众生 脱离轮回 然后再变成佛陀的本怀 大慈大悲 所以大慈大悲 才是我们的佛性 才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这个叫什么 听一下 永恒的真理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所以一切 友情一切的存在 那都是大悲心 空性 它是永远如此的 它是普遍如此的 它是本来如此的 就像母亲爱儿子 那一种奉献 我想我们的母亲 看到我们生病 就像我有时候 想到我妈妈 小时候 我们一感冒 她就什么都不用做 为了我们感冒 就像要把生命给我们 就是不要我们 一点点受苦 这是真相 所以各位 老公布施给别人家好不好 随缘 要布施度千叹 不然你觉得 我一直拜一直拜 释迦牟尼佛加持我 让我老公不要有外遇 那佛陀就会加持你 让他有外遇 让你还可以觉悟生死 了解吗 因为佛陀知道你执着这个东西 你执着感情 执着欲望 那对你解脱有帮助吗 所以各位你要 那你越不执着 这个事情越不会发生 知道吧 你越执着 那魔就会来找你这个问题 知道吧 魔就是要障害你 哦 你在修行 你要执着爱情 好好好 它就破坏你爱情 这个叫魔嘛 让你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这一点 你看开了 魔就不找你那个东西 为什么 它知道你看开了 破坏你没用 知道吧 但是你越执着 它又要伤害你 所以佛陀要我们 找回自己 找回自己 那如果你安住在佛性 安住在空性 坐在树下快不快乐 对 不用财产 对不对 不用什么爱情 不用地位 多自由啊 不但自由 也可以把这个自由的空气 布施给推放 好不好啊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 找到你的佛道 佛性 那要找到佛性之道叫佛道 那就是发普利金 行六波罗蜜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希望所有众生 早一点 找到佛性 早一点快乐 往外求啊 小孩子赶快读书啊 压力很大 要上高级学校啊 出国留学啊 不能输人家啊 对不对 女儿啊 给她打扮漂亮啊 不然嫁不出去啊 每个人都很痛苦啊 所以各位呢 科技越发达 学佛的人越来越少 为什么 找不到自己 被世间迷啊 迷走了 钱啊 欲望啊 地位啊 寺庙盖很大啊 很出名啊 所以 那就是离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我想各位 以前你们经验 现在你有经验 以前你为了你老公 气得半死 为你儿子气得半死 为了别人 你气得半死 啊 啊 你现在懂得念佛啦 修行啦 就在这个时候 就像各位今天 精进的手包包在戒 做了更多的功德 共生放生 各位 刚刚手上拿那一支慢语 快不快乐 哦 啊 就叫起来啊 原来这个比谈恋爱还好 啊 太快乐了 那种抢救生命的 这种法喜 那个就是佛性 原来这个就是佛性 啊 所以也会安排 像各位这样 我故意安排他们 大家都提一下 快不快乐 就这个意思啊 啊 这个慈悲也要有方便 用什么方法 让别人感受到爱 对不对 就像阿公抱到孙子以后 他就不想还给儿子了 孙子是我的 因为他抱到了 因为他抱到了 他觉得 抱到孙子哦 我现在都年轻了 变十八岁了 啊 他就 他就爱上孙子了 因为阿公就 就有生命的斗志了 对不对 每天去接儿孙子上课下课 带他去逛街 阿公觉得他很快乐了 所以 当然这个还是个执着 但是佛教 当你 契入佛陀的心 慈悲心 慈悲心是要感受到 众生的苦 而给予慈悲心的时候 哇 连来这个叫佛的快乐 所以希望大家经常去慈悲 喂蚂蚁啊 喂鱼啊 祝念啊 劝别人学佛啊 各种方法 点一支烟共啊 去海边啊 对着太阳变成佛光 水变成甘露 水 土地变成净土 所有友情变成佛 我们尽量的尽量的去 想尽办法 去接触众生 所以我想要成佛 不能够离开众生 要在众生里面去成佛 那才能够帮助众生 不离众生才可以成佛 成佛也永远不离众生 所以我想 对佛教讲因缘来说 那各位 能够在一个真正的教育的场所 因为所谓佛法 它是一种生命的教育 那我们如何建构一个快乐的生命 正确的人生观 所以我想 每一个生命的目的 都要追求快乐 要不要痛苦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快乐的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痛苦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智慧 所谓帮助别人 是要以不自私的 读书最高的目的 不是拿第一名 学习服务别人的机会 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你是搞电脑的 你是搞商业的 你是搞医学的 那我想 必须要有无私的奉献 所以叫文殊菩萨说 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来读书的 我不是为了成功而来读书的 我是要为了增加自己被 社会国家的利用价值而来读书的 这个是一个动机 这个很重要 我一辈子都很努力 因为我父亲很严格 所以我们以前读书 父母就告诉我们 考第一名 将来才会赚大钱 我妈妈要我做医生 我爸爸要我做总统 这样 然后呢 从小把我逼 逼到样样都一百分 什么都是最好的 但是后来我才提悟一个道理 这么努力都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做旅行社 也搞房地产 也赚了一点钱 后来 我有一次到越南 最北边的河内 那天气热啊 买一瓶可乐 在那边喝 结果可乐喝不完 剩下一点点 放在旁边 结果有一个乞丐 小朋友一直看着 一直看 我想说 可能他想要喝啊 我就把这一瓶 剩下一半的可乐给他 他拿到可乐以后 我脸都发光了 然后就 跑去给他爸爸 那小孩子很孝顺 他自己不先喝 先给他爸爸喝 哇 爸爸拿到这个可乐 也不喝 就叫小朋友先喝 我在看到这一幕啊 我自己觉得很惭愧 我们赚了这么多钱啊 从来没有想到 别人的痛苦 只想到自己的龙华富贵 那时候我也有儿子 我已经结婚那个时候 就我看到两个父子 为了半瓶可乐 那种感恩的眼光 让我生起一个很大的 惭愧心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真的是 每个人都想要赢过别人的 在努力 但是我发觉我很自私 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这么努力 赚这么多钱 只想要让自己高贵 买的 我不会开车 要买几部好车放在那边 所有的好的 要给我的家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在这么远的国家 还有这么样的 一样是爸爸 一样是儿子 他们却只有 后来是那个爸爸 可乐给儿子喝完了 他把那个瓶子捏一捏 他要拿去卖 他可以卖到钱 但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渺小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讲的感情 为什么能够变成慈悲呢 感情是自私的 我喜欢我 我喜欢的东西 慈悲是无私的 所以 但是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做人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 简单的说 什么叫修行 来 人格的发展 所以要把人格发挥到最圆满 这是我的体悟 那个时候我才快乐 不然对我来讲 我努力啊 读书啊 赚钱啊 然后结果 我觉得越来越痛苦 但是我了解这种 无私奉献的道理啊 所以我就跟爱我的太太说 你爱我我爱你 但是外面的世界 还有很多人需要被爱 所以我必须离开你 哇 我必须离开你 不然呢 我就没办法去爱众神 我也跟我爸爸妈妈说 你们非常的爱我 我爸爸妈妈非常的爱我 但是爸爸妈妈 谢谢你教我这种爱 我要 把你们对我的爱 来爱天下所有的人 所有的老人 意思是说我跟我父母说 我跟我父母说 如果你让我能够去修行出家 我会以对你们两个老人的爱 去爱全世界的人 你说不用说那么多啦 他不了解这个道理 但事实上等我出家以后 特别在我爸爸妈妈老了 他们才跟我说 还是出家的儿子最孝顺 我说你真知道 因为我妈妈说 你以后长大是听你老婆的 还是听妈妈的 废话 当然是听妈妈的 讲是这样讲 都是听老婆的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 我又回来了 我又开始来孝顺你了 但是当然我妈妈说 那你孝顺我天天又不在家 因为我是以孝顺你的方法 去孝顺全天下的妈妈 我是以爱儿女的方法 去爱世界上所有的儿女 所以老实说 我爸爸妈妈 两个人感情并不好 但是两个都很优秀 后来等我出了社会 我还发觉 哇 我跟我妈妈说 我们家算不错啦 妈妈 你都没有被爸爸打过 这个一男一女 要在一起待一辈子 那真的是考验啊 我说爸爸都没有打过你 只有骂你而已 还不错啊 还给你很多钱 不要去呀妈妈 因为这个世间 爱情的这种东西摆不平的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提出 慈悲这两个字 才能够超越世间的爱情的痛苦 知识也是分别的 知识高知识低我 高我低聪明笨 但是智慧是超越分别的 所以我想各位 因为生命要追求快乐 快乐不是从外面得到 快乐要从内心 内心里面 捏下来 心如虚空 接受一切 那叫智慧 好的 不好的 快乐的 不快乐的 我都可以接受 没有分别 那叫快乐 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还等着供养三宝的福田 但是很多人不懂 我们替他供养 这个叫悲心 我想各位 你很爱你的儿子 你做什么事情 自然会想到他 这个不用交代 你很孝顺你的妈妈 你的妈妈稍微感冒 你就睡不着 因为我们感恩疼惜妈妈 那什么叫悲心呢 悲心就是说 任何一个众生 你都放在心里面 他还没有脱离轮回 再受苦 你心里就很疼 就很难过 这个叫悲心 难过的吃不下饭 难过的就像在地狱被火烧一样 那佛陀要我们培养这种 你叫 男忍平等大悲心 要背一下 男忍 因为很痛苦 但是却很平等 你爱我 杀我 认识我不认识我 人也好 蚂蚁也好 我都一样对你们生起 男忍大悲心 要有这个平等 这就是佛教修行的目的 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每天看经啊 我一直念佛啊 我一直拜颤啊 我一直持咒啊 我应该功德很大 如果你少了这种悲心呢 这种平等 无量的悲心 所有法门都不是大乘佛教 你念了很多经啊 代表你可能口语也好 可能开一点智慧吧 但是这不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是以大悲心做根本 这个大就是绝对平等 希望各位 把过去所有伤害你的都放下 不然你达不到平等 今天你想一想 不行 过去我老公对不起我 现在我跟他离婚了 想着我就生气 那个女人我更生气 那你念了几百遍 几亿遍 对你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这个心态 你的朋友跟你投资十年 把你钱全部骗完了 然后你想了就生气 那你就没办法修悲心 为什么 菩萨修慈悲 不能舍弃任何一个生命 不能 各位做决定 做决定 有恨就没有爱 你心里面有一个恨 你就没有悲心 这个悲心没办法停在你心里面 所以你要让你的内心有这种平等悲心 就不能有一思一念的不甘怨恨 所以再问一次 老公对你好不好 你要由衷了 好 老婆对你好不好 好 老板对你好不好 好 马来西亚政府对你好不好 好好好 不好做到后面 重新再来 那就代表 我们不甘愿了 不甘愿了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很注意哦 你要修慈悲心的人 如果你心中还有一个不好 一个愿 那你就没办法修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赶快 オマニベミホ 赶快把自己慈悲心拉出来 求诸佛菩萨所有慈悲心 加持我这个脆弱的心 让我有慈悲心 去爱对方 就像各位生病的时候 你不要怪我 为什么这样生病 哇 那你要知道 你造了一个业 伤害到对方 甚至是堕胎 甚至是某一只动物 他现在的痛苦 让你一点点感受而已 所以你越痛的时候 你叫一跪下来 跟他忏悔 不但忏悔 我帮你送提倡金 我帮你放生 我帮你做什么功德 求他原谅 如果他原谅你了 你就会觉得自己有感应 我认为修行就是要自己有感应 但是做子女的可以替爸爸妈妈忏悔 也让 像我妈妈有一阵子她不吃饭 她就是不吃饭 不笑 连水都不喝 那我那时候一听到 我就到旁边跪下来 在佛前 我跟我妈妈身上这个态度说 我从今天拜你做妈妈 我以对我妈妈的方法来对待你 那时候我就写了很多功德 光一写就超过你们马币 一百二十万 我所有钱都拿出来替她做 然后呢跟她忏悔 然后就叫她 给她取个名字叫 慈心妈妈 不要恨 你要恨 慈心妈妈 我都叫她妈妈 然后我这样跟她忏悔 然后跟她跪 然后跟她做功德 我先写好 真的马上就改变 所以我 你全都不要 各位在超度冤心在主 千万不要把对方当敌人 是我们欠人家的 你要真心的 就像你 你堕胎胎儿 你为什么没有超度 为了让你的腰还在痛 小腹还在痛 那你就要跪下来跟她忏悔 而且得到她的谅解 而且真的是 发愿以她的名字去做功德 而且还要回向 回向给她的父母 历代祖先 她做得非常圆满 所以发愿很重要 像我 我就是这样来出家 我妈妈病在那边 得癌症 医生说没办法 一有人送我一本地藏经 我就跪在 那个时候是 医院的地板是属于你的 跪在那边 因为我妈妈很痛 我跪在那边送地藏经 因为我不可能叫我妈妈去忏悔 我妈妈又不懂 我跪在那边送迪赞金 向这个冤亲在主我忏悔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 她以前杀很多鸡 抓青蛙来 蚯蚓青蛙 泥蚯喂鸡 这个鸡还不是要给儿子吃的 那儿子要吃这种有机鸡 不是别人什么打针子 那些饰料的 那我妈妈吃骨头 她不忍心吃 还吃骨头里面的骨髓 所以我妈妈骨子疏松到 骨脊椎断两根 你看她多痛苦 因为她多大两个小孩子 所以我那边跪着 然后这样来忏悔 发愿 发愿出家 所以我妈妈隔天就不太痛了 三天以后就出院了 没有再发作过 医生说是奇迹 我跟医生说 这不是奇迹 这是有方法的 所以我出家我很坚定 那我出家再怎么苦我不怕 因为只要我妈妈活着快乐 我怎么苦我都不怕 所以 但是这是我的感应 所以人如果很虔诚 乃是孝顺 可以转业的 所有的痛苦的因 就是来自于这些问题 贪 忱 吃 傲慢 基督是来这个 因为你有这个根本烦恼 你去造那个业 所以你现在在受苦 那你不是光忏悔而已 你要从心断掉 你那个不好的心要断掉 你才可以离开痛苦 所以那天有一个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 性感 师父 我很苦 我交了十个男朋友 都没有下场 没有结局 刚结婚又离婚 那我为什么感情路 这么痛苦呢 看他长得还不错 原因呢 他很喜欢弄得很性感 去勾引每个男人 那你这样 你怎么婚姻感情会快乐呢 或者说你赶快去换一套衣服 穿居士服很漂亮 不然你又要勾引了 他说这又不是我的错 我妈跟我生这样 那就是你错啊 因为你有那个心态 希望男人都来看我 征服男人的心态 那这种心态就问题就来了 有一点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结果你还欣赏某一个影星歌星 觉得哇 这个影星歌星好帅 放在你的心里面 这就搞外遇了 你先生外面就有了 真的外面他就有了 万法为心照 你的心已经出轨了 他怎么不出轨呢 所以各位你要嫁人 你就死心塌地吧 老公帅不帅 天下的地一帅 你不要心中有别的男人说 那个还不错 那你的心就出轨了 那个时候你就痛苦就来了 所以有一句话叫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很多人都会讲这个 事实上我们学口就是了解 一切都会变化 那何必去抓住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想要去抓住什么东西 你就会很痛苦 女人嫁一个男人 一世人我要对你 对到后世人 我也有结过婚 我太太睡觉都问我一下 你爱我吗 我都会说 爱好了 好睡了 然后问你下辈子还爱我吗 还有下辈子吗 我结婚七年 七年 并不是说婚姻不宽乐 而是不自由 不像我的个性 但毕竟我结婚了 但是我就觉得 我自从结婚以后 我就在家里买了很多很大的鱼缸 我就羡慕那些鱼 游来游去多自由 但是我已经知道我自己不自由了 不但不自由又做了事业 佛教就业障业障 事业越大 业障越大 我以前听不懂这句话了 因为我以前没学佛 有一个学佛就会说 你事业越大 业障越大 我听不懂 因为我们做事情就是要越做越大 开了分公司又开了分公司 办公司越来越大 对不对 然后呢 员工越来越多 贷款要打重免重胖子 代表我事业做得不错 但是内心里面就 有一点压力痛苦 等到一个阶段了 一个阶段你就会很痛苦 为什么 当这些压力没有了 然后你赚了很多钱了 你会觉得人生空空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了有钱 内心一点都不实在 那你有钱以后 很想表现你的有钱 那更不实在 一直到我的妈妈生病 我的妈妈生病得癌症 那个时候我才真心的觉悟去思考这个问题 再多的钱也换不回我妈妈的命 那再多的钱给医生塞红包 医生也说没办法 这种病很难 那时候我有一点崩溃 我努力了一辈子 对我妈妈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我不能够做什么嘛 后来有人跟我说 你就开始吃素 对你妈妈有帮助 那为了孝顺 我马上就吃素 吃素好像我妈妈有减低一点痛 减低一点点 但是后来还是不行 后来又有人拿经典给我看 所以我第一部看完的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以各位这部经你一定要看 那我调查一下 看过《地藏经》的举手 太好了 靠你们了 至少你们懂啊 《地藏经》讲的就是 夜报因果的道理 生命轮回的道理 来自为母亲发愿 那母亲可以脱离地狱道 恶鬼道的故事 而且告诉我们 七七四十九天 怎么超度 是从《地藏经》里面来的 头七二七三七四七 后来地藏王菩萨 为他妈妈发愿 我为我的母亲发愿 地狱不空事不成佛 因为这样 连所有地狱的都超度 所以地藏王菩萨就发愿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轮回 就是他的妈妈 因为地藏菩萨到了地狱的时候 以他的这种功德力啊 佛加持他 他真的亲自到地狱 在打坐的时候到地狱 到地狱以后 那鬼王问他 你是菩萨 来地狱就在受苦了 结果你来还做个莲花 你一定是佛加持 你来地狱什么事情吧 那我们这位 这位光木女婆婆门女就说 我来找我妈妈 那鬼王说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他一讲 哎呀 你的妈妈在三天前 羊上的子女帮她做功德 那就是她自己做的 找佛像啊 供养出家人啊 帮助穷人 已经升天了 如果一般 如果是我们 啊 升天了 那我就回去了 那是地狱王菩萨 我妈升天了 那是在地狱里面 居然有这么多众生在受苦 看得很恐怖 被火烧被刀砍 所以当下他生起了一个 念下来 平等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修行 平等 我们为什么要放生 来 众生平等 余就是我 我就是鱼 鱼也不要被杀 我也不要被杀 鱼也有生活 我也会生活 鱼想要吃东西 我也会生活 最重要的是 鱼会痛 我也会痛 但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不会想到对方的痛 只想到你嘴巴的欲望的时候 你就忘了对方会痛 所以经典才会说 喜欢吃肉的人就代表没有慈悲心 因为你只管你的舌头的想法 忘了那些鱼的想法 他很痛苦的 所以这个平等心很重要 各位你现在开始修学了 你就要开始平等 男女平等 众生平等 有这个 念一下 一体的观念 众生一体 你怎么爱你儿子的 你怎么教授你爸爸妈妈的 你要用同样的心态去 爱护那些可怜的生命 这个叫同利心 同情心 而变成一种悲心 那各位现在开始练习 你要强迫你自己去练习 特别是要超度堕胎胎儿 很多妈妈不得不堕胎 他问怎么样超度堕胎胎儿 有一个老儿上告诉 他说你要告诉堕胎的妈妈 以后只要看到人家妈妈怀孕 他就生起那种悲心 希望他们母子平安 生起这个心 然后他堕胎的小孩就很容易感动 哦 妈妈在疼我 以前我们堕胎就是 就只想到自己的爱情 或经济因素 或男女因素 没有考虑到那个小孩子的哭 他就没有这个平等心 那你现在看到那个 别人怀孕你就要生起 愿他母子平安 那再以这个心呢 回向给你的胎儿呢 他就感受到妈妈的爱 他就很容易超度 并不是你花多少钱 这个跟钱没关系 超度胎儿 超度祖先 跟钱没有关系 不是多少的问题 是你的心态 当然首先你要有个惭愧心 哎呀 妈妈以前不懂啊 无名啊 像我爸爸 我爸爸 我妈妈给我说 我爸爸叫我 我是大 我是老三 那我们家前面三个都男的 后来我妈妈怀孕 又是个男的 然后他就去问我爸爸 啊 男的还要弄吗 还拿掉啊 所以我妈妈说 是你爸爸说还拿掉啊 然后第五个 然后我妈妈又去问 那时候不知道男的 还拿掉啊 所以但是这个两个小孩子 就一直附在我妈妈身上 我妈妈就生病 经常生病 然后后来我妈妈知道这个事情 忏悔了 我带我妈妈忏悔 忏悔完以后 他就身体比较好啊 换我爸爸 我爸爸马上不能小便 那我一想就知道了 又去找我爸爸了 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 那时候妈妈说 有两个小孩 你说不要 他说的啊 他没有说他要 问我 我说好啊 那马上找他 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 没关系啦 儿子出家啦 没问题啦 你只要跟他忏悔啊 你跟他忏悔 然后我来帮他超度 很管用 所以各位 不然就要开刀了 那我爸爸就跟他忏悔啊 过去不知道啦 所以各位你要带你爸爸妈妈忏悔 他不会讲你带他忏悔就好 就像你的爸爸如果中风了 躺在床上 你就拉着他的手 然后我跟冤亲在主忏悔 因为一个人生病 身上都有冤亲在主的 然后我向你忏悔 然后做儿子的我要帮你放生啊 点灯啊 供养出家人啊 做功德给你这样 很快如果他断不了气 马上就走了 我们试过太多次了 一跟他忏悔完 要么就好起来 要么就断气了 不会拖 因为这个拖就是这个冤亲在主在折磨他 让他很难走 所以地藏经说如果家里有人生病很久不会往生了 你帮他送地藏经很快 第二个怀孕也要送地藏经 因为小孩子来投胎了也有他的业障 如果你能够在怀孕时间念七部地藏经了 这个小孩子的业障就消除了 生出来的时候很容易养 而且妈妈没有什么痛苦 那我们今天来学佛就学这个方法 离苦得乐的方法 帮助自己跟帮助众生啊 各种方法 一个人如何长得漂亮 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不够漂亮 那也要修啊 下辈子会改变啊 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不够有钱 那也可以改变啊 就算你不能改变 那我这辈子改变不了 但是你心态改变 你儿女就改变了 所以修行就是如何从凡夫变佛陀 就是这样啊 当然不是光一辈子啦 但是你可以改变 一直改变 那学佛最高的目标就是成佛 那为什么要成佛 他就有普度众生的能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佛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张峰医医师 如果您家中有COVID-19 确诊病患 请将病患一人一事隔离 不要共用卫医 多数病患为轻症 多休息及喝水数天或可恢复 如出现以下症状 请立即联系119卫生级或1922 照顾患者请戴口罩及手套 时常清洁双锁及环境 且患者及照顾者 不可与同住者以外的人接触 请确保家中空气流通 如无法避免共用空间或卫医 请在每次使用或进行消毒 照顾者也要注意自身健康 停止照顾或 应是最后一次与病患接触日期 居家隔离14天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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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个年轻人 他年轻的时候很坏 经常偷人家东西 打人 做了很多坏事 后来有机会 听别人说佛法 还知道说 哇 做坏事要下地狱 杀生要下地狱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变了一个人 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他太太也很高兴 每天就看到他在家里拜佛 因为他知道说拜佛可以忏悔 那有一天拜佛 一天拜了一千个佛 磕一千个头 有一天晚上做梦 梦到什么 梦到一只很大的黑狗 这一只黑狗 来跟他玩 闻他的身体 他也抱他 他很高兴 然后就睡醒了 睡醒以后 这个吕三杰 本来身体一直不太好 容易生病 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 整个身体怎么都轻起来 很快乐 他就跑去问他们老和尚 说他做这个梦 老和尚说 你过去有没有杀过黑狗 他一想 有啊 就是那只黑狗 现在你天天拜佛 回向给他 他超度了 来谢谢你 所以呢 你的身体应该会好起来 他听了以后更有信心 所以从那个时候 到处跟人家讲 他这个故事 拜佛 超度的故事 也劝人家吃素 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叫吕三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